為什麼會不怨恨呢 也不怨老共 他也不怨中共 但是他真的不怨嗎 就是說他不會講出來 不像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網民 他會酸民 他會去酸人家 可是呢 我們上一代的人 他們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說 明明心裡面有委屈 受到了很大的屈辱 甚至於受到很多不平等的待遇 你想想看 一個在大陸 他的飛機在大陸被擊落 擊落之後被俘裸 當然他非常幸運 九死一生 應該說九萬死一生 他活過來了 可是他被俘裸抓去關 關了18年 不管這個關的待遇過程當中 共產黨到後來 可能基於某一種原因 對他非常好 可是你不管怎麼說 18年拋家離職 這個任何人過的日子 都沒有辦法過的 可這個18年 他熬過來 熬過來 他離開大陸 在香港 那我覺得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最沒有道義的地方就是說 明明他是你的人 他幫你出生入死 而且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 還幫你坐牢 坐了18年 可是你竟然不讓他回來 不讓他回來 最離譜的事情就是說 美國這個CIA 美國CIA其實很多人都罵他 我自己都罵他CIA 這個CIA就等於是一個幫派一樣 他說好 我保護你 我保護你 可是據張立毅說 其實CIA也是非常現實的 我給他 就是說 CIA給他一筆錢 給了一筆錢之後 就是說我跟你斷絕任何關係 你以後不要來找我 我跟你已經沒有任何關係 我給你這一筆錢 就是說買斷過去 所有的恩怨 通通買斷 跟現在 我們剛剛講這個功德怨 就是說張立毅這樣的人 真的是為台灣做功德 做什麼功德呢 這些人 我們說用一個八股的名稱 說他保家衛國 說他愛台灣 保護了台灣這塊土地 可是他得到什麼 現在台灣社會回饋他什麼 我曾經好幾次見到張立毅 他在這個民生東陸附近 一個人舉舉獨行 一個人舉舉獨行 就是說台灣政府 你既然被人家稱為功德院 可這個功德院 到底做了什麼功德呢 你可以看到台灣 有一批人永遠是收割的 收割的人 然後忘了過去 中華民國是怎麼存在的 他忘了有張立毅 這些人衛國 他只是幸運沒有死 54年飛機掉下去的時候 71年中共把他放下來 各位想想看54年那時候 中共下來就是搞十年的文革 他是被嚇放去勞改的 雖然沒有行求他 但是很辛苦 非常辛苦 那時候整個中國大陸 當他偷偷地逃出來到香港以後 CIA美國中情局把他安排到美國去 結果給他一筆錢 大概二十幾萬美金 中華民國政府給他七萬五千塊美金 就打花掉了 就沒了 不准他回台灣 不准他回台灣 他一直想辦法回台灣 他沒事除了在加油站打工之外 他還常常去我們駐美 我們美國的大使館 去找同樣空軍的五官 苦苦愛求想辦法給他回來 我們那個五官他身姓愛佛 然後又很有宗教信仰 然後不理他 這個人叫馮世寬 現在吃香喝辣 真的啊 就是馮世寬 當時駐美的空軍五官 是 就是我們的英雄張伯伯去找他 這麼可憐去找他 苦苦愛求你讓我回台灣 然後那個吃香喝香 那個燒香拜佛的馮世寬 不理他 是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故事 再告訴馮世寬的話 馮世寬一定也不會講話 他只會哈哈 我告訴你就是這種人 今天中華民國 有多少人聽著性命 是他保衛的 我們幻象的飛機 飛行員現在還在海底 三個多禮拜了 怎麼樣 你今天看到 黃國昌這些人 榮華富貴 榮華富貴 會覺得很憤怒 對不對 所有東西他們就是收割的 然後嘴巴講得這麼好聽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時代力量都一樣 林昌走不是一樣 他媽媽在大陸當 會計師 賺人民幣 來養這個台獨的兒子 然後還講得那麼好聽 所以你今天看到太陽花這些人 老實講真是看不起 我們你前面講那些 台灣的勞工薪水低壓或什麼因素 其實最主要都是兩岸 曾經到張伯伯他民生動物的家裡面去 他客廳的桌上還擺著張家綺 也是他的愛妻的遺照 然後他在網路上我們訪問他的時候 他說我這輩子只愛我太太一個人 這樣子的一個英雄 這個英雄愛台灣 可是在台灣不受尊重 沒有人記得 沒有人在乎 只有在乎的人是得到好處的是 這個黃國昌 他在2014年的時候 太陽花反服貌 佔立法院 非法 搞政變 還佔行政院 好 那當時他是中研院的一個研究員 按照其實按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他是公務人員 他要上班 你怎麼可以佔領這麼久 而且你怎麼可以行政不中立 你礦直 你到底在幹嘛 結果中研院最後還是掩護他 然後2015年12月27日 黃國昌開記者會說 我沒有反中 我也不反台商 我只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邪惡政權 我三度到大陸 其中首度到造訪大陸 是應中國政法大學邀請 參加學術研討會 我參加以後 我就深感到你的學術水準之低落 好好笑喔 我們最近一直在看到大陸的學術水準 比台灣已經超前了 他說他再也不想去了 可是後來就被爆料 發現黃國昌竟然在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了書還賺人民幣 2015年12月 他被人家檢舉 他在高雄大學任教的時候爆出獅聲鏈 2017年6月2日 在暴雨狂襲的台灣北部 他演出了一場非常精彩的獅聲秀 就是淋雨勘哉 然後他露出 本來PO出來的照片是這樣子 就是他好可憐喔 然後衣服都被淋濕了 後來被發現說原來他的助理 打著傘站在旁邊 然後這樣勘哉 結果2017年11月30日 黃國昌輸了他告洪秀柱誹謗的官司 因為他洪秀柱說 你支持核實進口 支持毒品除罪化 然後他說我沒有啊 他要求洪秀柱道歉 洪秀柱不道歉 結果他告洪秀柱這個官司輸了 黃國昌是一個孤民釣獄 而且說一套做一套的人 他透過他種種行為 大家現在越來越了解 這個人為什麼在戲子 被稱為戲子影帝 從慶富案一路演到 現在要挺勞工 我們看到他戲路是越來越寬廣 至於我們來想想看說 當初太陽花的時候 剛剛志賢姐講到一點最重要的 如果服貿過了 貨貿過了 民進黨不用混了吧 那就是為了不能夠讓 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民進黨卯足全力 要發動他所有的人 去把這個事情毀掉 毀掉最好的方法就是衝進去 然後讓學生帶頭 然後進去之後 黃國昌 林非凡等等 這些職業的再進去 那我們可以看到很諷刺的一點是 黃國昌前幾個月跟學生上法院 就是檢察官另案起訴他們 就說黃國昌他們是教唆犯罪 結果黃國昌直接就跟法官說 他們都是成年人了 所以他們可以自己判斷 我沒有教唆 這就是黃國昌這種人 到了法院上 他是什麼樣子的態度 完全顯現 大家犧牲自己 成就了他當立法委員 他會反過來扛嗎 不會的 我們在想一件更好玩的事情 很諷刺的 11月11號光棍節剛過 當天光是天貓阿里巴巴 一天的營業額 268億美金 如果2014年福茂過了 我們的年輕人 只要在台灣成立一個網站 網頁 就可以把我們台灣的東西 直接賣到大陸去 在這268億美金 我們分得到一杯羹 年輕人也不用去承受 所謂的低薪 所謂的沒有未來 所謂的不知道 怎麼照顧爸媽 跟結婚生小孩 沒有今天 就是要感謝太陽花 跟賴清德這些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最務實的台獨是什麼 他騙不了外國人 騙不了大陸人 他只能騙自己人 叫自欺欺人 高雄清城的市區 然後不要說你看不到 我跑道了 你幾乎看不到任何東西 這是我們終於正式 一定要說明一下 這個並不是 你的電視畫面出問題了 它並不是白白的 對 它就是真的開到 照片是這樣 然後終於超過大陸了 我們上禮拜到北京去開會 結果發現北京的空氣 比這個狀況好 有圖有真相 這是我在開會的地點 樓上往下拍 這比較清楚 這個比較清楚 還是這個比較清楚 這是高雄 這是北京 我們記憶中都是霧霾 可是那時候 那一天天氣很好 藍天 然後這個是我有日期 這是在北京的街頭 這不是紐約喔 很乾淨 北京的街頭 在旅館附近 然後這個是在天安門附近 空氣看起來不錯 不錯的樣子 這是北京的樣子 目前的政府 不管怎樣塗脂抹粉 不能掩蓋的事實 就是因為民進黨 它要反核 它是很務實的 在看待從它源頭的能源政策 一步一步來去減緩 它整個空氣污染惡化的現象 但是反觀台灣 光是這樣的一個能源政策 我們沒有從根本去做 我們只是花拳秀腿 我們只是花拳秀腿